我的關心的是 英海影響到國人健康 亞民醫院特別企業 專業無粉的世俗行動 由英中創立的醫師含主管 共同提供該粉 當時氣色開辦戒嚴門診 母親國零十八歲 以上男性吃粉痴為二十九點二% 研究發現吃粉率上冠了 是在年輕的第二年二十五年 而且是二十六歲到五十歲的民眾 這十五年吃粉痴 往往無人在一場打命 保養自己的身體健康 並不主動到醫療應售 使用該粉服務 陽明醫院關心吃粉民眾的健康 由醫院創立醫師以及主管 六十五分進席 近七色開辦該粉門診 協助盈君子順利該粉 吃粉真的非常不好 開頭的病人 他的發言的機率增加三倍 而且他的成功率會降低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們陽明醫院 希望每一個人 都要來改粉 希望你的人生能夠如何 大家一起來戒嚴 病人技術 改粉並沒有良意 如果即刻自己 研究現實成功率只有3到5% 失敗率高達90%以上 無意改粉才能夠接受 完整的改粉為夠資訊到有物治療 改粉成功率可以增加十倍 無人國人使用改粉 使用改粉投入比例的優惠比較低 因此政府提供補助 每一次問進只需要掛合費 到200塊以下的 郵聖部份負擔 平均每天只花20到50塊 比一部分的價值更低 不然賺到現金 竟賺到健康 所以是問中民 王秀三家的家 蔡宏伯德